哇塞 一千多万就只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这可能是目前整个深圳 装修装的最豪华的一套样板间 我们感受一下 开着这个餐厅去 12米的一个开间的餐厅 够不够大气 我们今天看一套 香蜜湖半山的一套 近400多个平方的顶大平成 观装修这一块就耗资了一千多万 我们来到客厅这边感受一下 做到了270度的一个采光面 整个客餐厅达到了 有近90个平方的一个空间 我们先从这个房子的阳台上开始看起 整个阳台环绕的270度 近十几个平方 我们这个房子东面可以看山景 南面可以看海景 在深圳 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半山豪宅了 如果是在香港的话 这种半山豪宅至少要卖几个亿 我们感受一下位于这个高度 还能看到红树湾的一点点海景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 整体楼里的外立面都是这种大理石材 乃至于咱们的小区延林 都是大理石材的一个铺设 整个房子的专修柄子 非常的非常的高 可以称的上是非常顶级的一个豪宅小区 来我们再次回到客厅感受一下 整个房子是一个纯欧式的一个专修风格 地板都是这种大理石的一个铺设 以及前面的话全部都是这种石墓的一个包边的一个设计 整个房子真的是专修的满满的这种仪式感 再往这个区域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路户门厅的位置 以及这个路户大门的这个位置 这种拱门的设计 那你充满了这种尊贵的气质 来我们先从咱们的休息区这边开始看起 整个房子370个平方的建筑面积 做到了五个房间 其中呢有三个套间 感受一下这个卧室做的也是非常的阔绰的 卧室区域的话都是这种石墓 接这种大理石的一个拼花的一个设计风格 整个房子做到了三面采光 南北东向三面的一个采光设计 哇走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一步 都是充满了这种仪式感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整个房间的采光通透性 真的是无敌的一个存在 来到咱们这个餐厅的区域 哇塞是不是非常的气派 邀请您的三五好友在那里 用餐的头是会不会都让您特别的有面子 整个餐厅的区域真的是没得挑 来感受一下咱们厨房的一个空间 这个厨房也做到了有15米 15个平方的一个空间 配备的都是深圳湾一号同款 米勒的一个品牌 这整套设备也价值100多万 我们再次感受一下 餐厅这边还出来了一个 12米长的一个生活阳台 看的就是檀懒山翠绿的山景 再往这个区域过来的话 做了一个吧台的位置 可以约上您的三五好友 在这里瓶饼红酒开开party 都是可以的 往里面的话是咱们的保姆间 以及深厚阳台的区域也是配备了 独立的一个卫宇空间的 我们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房子 主要的休息区 这边是做了三个房间 来到休息区这边洞金分离 每走一步都是满满的这种遗世感 来我们先从这边的房间开始看起 这边的话做了两个朝东向 都是看檀懒山山景的一个景观 这边是您家的公主房 做的这种主题的一个色调 这边的话是您家的一个公主房 做的这种粉红色调 哇 您家的宝贝在这里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的 来我们感受一下这个主窝的休息区 还是这种钻开门的设计 推开进来的话 满满的这种遗世感 整个主窝的休息区 达到了近80个平方左右 这边的话是可以作为您家的衣帽间 以及办公室都是OK的 再往这个区域过来的话是咱们洗手间 连洗手间都做到了三段式 以及大理石台的整个通铺 我们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 这个大理石都是水刀拼花的一个设计 这个对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高 再推开这个双开门 就来到咱们主卧的休息区 整个空间也达到了有近四五十个平方 相当相当的阔粗 东面同样可以看到这样脆绿的一个 檀懒山的山景 在这里在深圳在香蜜湖 这样的一套房仅需三千多万就可以拥有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小语哥来实地参观